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兄弟联 沈超老师 我是兄弟联 李明老师 大家可以关注我和沈超老师的微博 或者在兄弟联的技术论坛里面 跟我们做关于这个视频教程 你如果有一些疑问或者有一些不会的问题 可以跟我们做更多的讨论交流 对 那么今天呢 是我们第一节课 Vinux系统简介的第三小节内容 那么这一小节呢 我们主要介绍Vinux的应用领域 那么我们在讲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之前 或者说我要去卖一个西瓜 那我们总得先夸一下我们这个西瓜 又大又圆又杀又甜 要不然 老沈卖瓜 要不然可能不会有同学愿意买 那操作系统也是这样的 我们总得先说一下 它到底运用在什么一些方面 那么大家可能才会对它更感兴趣 所以呢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一讲一下Linux的应用领域 那么这节课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 我们会介绍一下基于Linux的网站服务器 和企业服务器有哪些 这是Linux应该说 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应用方向 对 因为Linux呢 它开发的时候 或者说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为了企业服务器 而诞生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可能在这个上面 有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第二呢 我们会介绍一下Linux在嵌入式领域的应用 那么第三呢 我们说一点轻松的话题 我们看看Linux在电影娱乐方面 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这样一个内容 那怎么能证明 比如说有哪些企业服务器 或者是我们在网站上面一些应用 在使用了很多的一些Linux呢 沈超老师 对那么咱们呀 专门有这样一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Netcraft的网站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扫描和裁剪网站 那么扫描和裁剪啊 可能我们这么说很难理解 那明哥呢 你是不是对这个有些自己的心得啊 我对财点这个有点 那么可能大家呀 可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呀 我和沈超老师都是坏蛋 我俩呀都缺钱 我俩觉得这个讲课挣得太少 算发笔横财 然后结果沈超老师家附近呢 有一处豪宅 那个小区一看都是有钱人 对对对 结果我哥俩一合计呢 这可以去谁家偷点钱花花 但是这么名目张胆的去 这个容易被打死 对这个咱们毕竟是玩Linix人嘛 是有文化层次的对吧 对 所以我们是有做事里有技术含量 我哥俩呢 就印了一批的这个小的宣传单 就是俗称的小广告 对小广告 然后我们俩人拿着宣传单 找一栋楼 三四个单元 我哥俩就每个门上插这个宣传单 这事呢一干干了 比如说一周 第八天呢 沈超老师就去观察了 结果如果哪家门上呢 可能那七张宣传单怎么插在那 他原封不动 还是怎么放在那 对 那这家多半要倒霉了 这家晚上没人 保不齐 沈超老师就开始下手了 对 如果哪一家门上有一张 地上有两张 这会儿保不齐啊 保不齐什么时候有人 对对对 这个经历别动手 万一门一撬开 几个大汉打麻将呢 我哥俩还收拾不了他呢 那如果是门上也很干净 地上也很干净 这有一种可能性 就家里天天可能对 对对 那这种呢 那我们就打死也不动手了 对 所以这个技术呢 当然我们也不是为了 教这个学习者 要去干这个事情啊 反正 做一个比喻 对 明哥比较有信念 在这方面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在小偷来讲 叫踩点 当然这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啊 不过啊 咱们在一些 在网上攻击别人的时候 像有一些这个 黑客攻击别人 第一步也叫踩点 对 那么这里请大家注意啊 一般的攻击 都是从踩点开始 但是踩点的 并不一定要攻击 对 那比如说 这个Netcraft的网站呢 它其实就是采用了 这样一种裁剪技术 它指的是 我跟你发一个数据包 你会给我回应一个响应数据包 那这个时候呢 我分析你的这个数据包内容 从而判断 你这个后台是什么服务器 那么这个网站 并不是以攻击为目的 也是一个全球非常著名的 这样一个信息统计网站 所以呢 我们并没有说是把它列在 这个攻击网站范围当中 这应该是我们如果 应该说有很多软件 都是一个这样的 我们其实从这个攻击的角度上来讲 可能叫踩点 从安全防御的角度上来讲 咱可以自己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把它称之为叫扫描 对就叫扫描 那么只不过呢 这不是一个软件装在我们的系统上 是一个网站 可以把这个扫描的结果 呈现在我们的页面上 那么这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一个很好用的一个工具 所以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 你经常访问的网站 他们到底都是使用的什么服务器系统 是不是Linux 还是Windows Server 甚至是UNIX 都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试试看 对 我们可能空口的说 我们这个Linux有多么重要 运用在多少方向 我们大家可能很难信服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网站 那在这个网站的右边 有这样一个叫做 对 右下角 有一个叫做 What's that Site running的这样一个输入框 在地址栏里面就可以输入 在这个输入框当中 只要输入你想要查询的网站 比如说 我们收入 输入咱们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 腾讯的这个页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这是我们腾讯的这个页面的搜索结果 那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在这个OS这一栏 OS这一栏 在OS这一栏当中呢 下面它标称的就是 腾讯的后台服务器 采用的是哪些操作系统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腾讯其实用的服务器 全部都是Vinux 对吧 OS 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 对 那么应该说 腾讯的这个门户网站呢 3w.qq.com 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对对对 那我曾经看了一份统计数据 好像是在大概是去年的一份统计 在国内的门户网站里面 访问流量最大的 不是咱们想象的是网易 新浪 或者是凤凰网 实际上是腾讯门户 腾讯凭借Q2庞大的用户群 它的门户网站已经做成了 应该说是国内第一的 那这个访问量 这个负载 可想而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采用的也是Linux 对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网站 那么第二个网站呢 就是我们目前那个最大的这种电子商务网站 也就是淘宝 那么大家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淘宝的这个后台服务器 其实也全部都是Linux 也全部都是Linux 那么淘宝啊 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得了 今年据说双十一 达到多少 三百五十亿 哇塞 这个三百五十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反正我就 我下辈子可能都花不完 那个在北京有一个很出名的百货 叫王府井百货 那么三百五十亿 相当于王府井百货三个季度的香料 销量还得乘于二 就是王府井百货卖了一年半 才卖三百五十亿 淘宝一天卖了三百五十亿 哇塞 很了不起啊 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淘宝双十一那天 这个光棍节那天 这个访问量得有多大 而且可怕之处在于 那么大的访问量 其实我当天也买东西了 其实用户体验还不错 最起码没有卡死 我的这个账单可以正常下载 可以正常的这个输入 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技术 淘宝的技术 其实还是非常标划的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人 抢过小米手机就知道了 这小小米手机 那么那样大的一个访问量 其实呢 在网站来讲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挑战了 对对对 更不用说淘宝这种 对 那么应该说淘宝在这方面 它在服务器方面采用了Linux 当然还有很多 它的一些技术在支撑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这个东西 跟Linux的这种优秀的稳定性 不可分割 那更可怕的事情是 我们来看看微软本身的这个网站 那么这是我们的微软的下载网站 download.macrosoft.com 那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网站 它其实并不是在用Windows 作为后台服务器 而是也是采用的是Linux 那说明了 微软其实已经有 导向Linux开源阵营的 这样一个企图 这个有点高端肥老 好吧 但是确实是这也说明了一些问题 对 那么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 沈超老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Netcraft的网站的一个截图 那么这个数据 它是实时更新的 每个月进行一次刷新 它做了一种现状图的方式来表示 我们目前全球所有的网站服务器 它后台采用的是哪一种网站 这种网站服务 那么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深红色的这种是微软 那么微软的整个的这个占比 只占到不到20% 当然这个占比是在不断变化 不断变化 但是基本上可以看到那种曲线 它徘徊在20%左右 20%左右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同学想当然的认为 因为它的个人台式机是微软的Windows 他想当然的认为服务器可能也是Windows居多 Windows一家多大 但是呢 这个事情可能已经远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了 不是你们想象的情况 包括有一个网站叫3w.top500.org 这也是国际上很出名的一个网站 对对对 很有意思的 就是它会统计啊 这个在全世界的范围上来讲 运算能力排在前500位的这个服务器 或者我们就应该说服务器 那么其中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访问一下 超过90%都是Linux和Unix系统 那么只有不到10%是其他的操作系统平台 对对对 而且啊 我们现在微软啊 咱们不能排除说微软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操作系统 但是呢 微软现在可能就只要是集中在这个 个人用户的个人端电脑当中 那么在服务器界 它其实已经走下不路了 而且啊 在服务这个个人电脑的这种个人端 它其实也现在不是太好过 为什么 大家已经知道 我们的计算机是从大型化 逐步向小型化发展 最早的服务器跟移动楼一样打 后来我们用的就是微机 可能一个家庭的普通这么高就够了 后来微机向笔记本发展 那笔记本再往后发展 应该就是平板 或者是这种掌上电脑 或者是手势操作 或者是眼镜操作 那么从平板电脑开始往下走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什么操作系统优先呢 占的最多的 安卓和IS 那么安卓呢 其实它底层就是Linux 因为很多人都在用这个手机 都是用的安卓系统 就像沈超老师用的小米手机 最典型的就是使用的安卓的系统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东西可能是微软 现在逐渐的逐渐的在走下过路 如果它不再发力的话 那么微软公司的前景 可能会比较堪忧 好好我们不用太多 担心微软的事情 那么我们对这个应用领域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所以如果在学这个视频教程的同学们 那么如果你想以后从事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网络运维 或者我们想做一些 比如说开发 做程序员的工作 但是很多程序员 实际上你开发出来的网站 是会跑在Linux服务器上面 那么你应该最起码 应该会基本的一些使用 和一些简单的一些系统管理 网络的一些使用的知识 所以你有必要学习这套视频教程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领域 它在使用Linux呢 那刚刚说到了这种安卓平台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Linux的 欠过去用 典型的Linux欠过去用 那么牵入这领域呢 现在确实是Linux上面 应用的非常非常广泛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 咱们的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那么手机和平板电脑当中呢 最著名的 现在占有量和保有率最大的 其实就是安卓操作系统 那么安卓操作系统呢 就是一个底层 就是Linux 那么我这里做了个截图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小米手机 当然是小米一代 比较卡的这种手机 但是呢 他只要安装一个 这个SSH的服务器端软件 那么只要输入这个连接密码 点击开始 然后呢 你就可以用管理Linux的 这样一个远程工具 就可以直接连到手机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右边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咱们的远程连接工具 我们 后续里沈超老师会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 这个工具我们现在看看 其实平常用它是连Linux的 但是我完全可以用它连接到手机之上 当时啊 但是啊 这个东西就说 大家可以看到 手机的这个提示符 跟我们的Linux不太一样 这个东西 我们讲到Linux的时候 讲到真正的课程的时候 来介绍这些提示符的作用 所以说 现在Linux 其实广泛在 用在一些移动中端的设备上来讲 这个代表性的可能就是手机 对 以及呢 现在咱们非常这个火热的平板电脑的这个产品 对 那么其实广泛的 当然除了苹果之外的都是用的安卓 对 但是从底层上来讲 其实苹果也是由Linux衍生而来的 对 其实OS的底层也是Linux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这是它在切入式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应用的方向 对对对对 那么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对 比如很多同学学完Linux 你可以做一些这个移动端的开发 那你必须要对Linux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 对没错 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手机上面应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方向 对 就为什么这么多厂商都在跳下来做手机 包括百度 包括阿里巴巴 包括360 对 因为大家知道做手机不一定赚不赚钱 这也不好说 但是争夺互联网的入口是大家要做的事情 没错 这个入口现在很多都在由Linux来做最底层的系统级的支撑 对对 那么还有一些呢 切入式的应用呢 这里面呢就比较多了 对对对 那这里我印象中我感觉啊比较多的一个我觉得是以后很会发展的比较普及的一个东西 就是智能电视 哎 现在我们大家可能最佳最现在智能电视现在比我们普通电视还要便宜 对啊 因为它价格已经非常的 对对对 而且现在可能大家最著名的就是乐视TV和这个小米的这个小米电视 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两个电视呢 它其实里面都是为什么叫智能电视 因为它里面集成了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操作系统呢 其实是安卓操作系统 对都是安卓 对对对对 包括我们一些现在的机顶盒 智能机顶盒 比如说小米盒子 苹果的盒子不是啊 苹果的盒子是它自己的 也就是说底层是UNIX 那小米盒子啊 乐视盒子啊 这些东西 它底层其实也都是安卓操作系统 安卓操作系统 现在其实有很多我们家庭的这种家电 那么它都在广泛的使用一些Linux 作为系统的一个核心 那么这个只不过是Linux的各种变形 对对对 包括像安卓 对 那么其实是现在啊 在这个智能家电里面 未来会使用可能最多的一个系统 对对对 而且这个家电的范围可能很广 包括有的个别的数码相机 用的也是Linux 对对对 那么这个包括啊 我们Linux 最早我们在之前讲 Linux呢 它是内核是一个小而精巧的设计理念 对 所以它可以裁剪的非常非常小 这个系统 对 那么它可以做 对 所以它很多的一些智能家电端 甚至是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现在随着IPv6逐步的普及 我们可能我参加智能家电展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一个事情 这个电饭锅呀 早上出门的时候 把米和水扔进去 晚上回家距离500米 那么假设这个遥控的距离 是可以实现的 就一按钮 等到可能散步回家 回家饭就做好了 对 那个智能的系统里面 可能智能的这个部分呢 就有一个系统 甚至有IP地址 对 你可以做各种的一个控制的 其实现在这些东西呢 在一些热水器 还有一些高端的汽车当中 都已经可以实现了 当然可能要想普及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对吧 据说明哥是沈阳人 不不不 这个我是黑龙江大庆人 那你曾经去沈阳 是不是曾经去潇洒过 据说曾经也惊奇的发现了 这个说的有点太吓到了 这个有一次啊 是这样 有一次呢 我们几个同事啊 去KTV去唱歌 然后啊 这个唱歌点歌系统 我们惊奇的发现了 这个点歌系统 它摆了一个就很破的一个 我们说话说 就当年叫做486 类似这样的一个破电脑的台式机 然后啊 它在启动这个点歌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惊讶的发现 启动的时候 全部都是Linux启动的界面 然后它写了一个这样的程序 让它开机自启动 就是那个点歌系统 也就是说白了 这套点歌系统 居然是用Linux来实现的 这个当时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惊讶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生活里面呢 有很多这样的基于Linux的 确实的应用 对对对 它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随处可见 随处可见 只是可能大家可能没有太注意这个事情 如果当你学习过Linux之后 你流行观察 很多事情都会发现这个情况 比如说啊 大家可能非常非常看过 喜欢的一部电影 叫做黑客帝国 黑客帝国当中就有一个镜头 就是切那个数字的那个 下画的那个数字镜头 在黑客帝国一的时候 它做的还不是太地道 当时其实就是用NMAP命令 来进行扫描之后出现了这个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这个电影 都觉得哇塞 这原来就是我们操作的命令 因为这个很多的黑客的电影 好像都是一个图形界面 然后我们就看那画面 不知道晃来晃去 不知道怎么晃的就黑进去了 但是黑客帝国在这点 确实是相对来说给人感觉 还是比较专业 比较专业 那么提到电影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轻松点的 Linux的应用的另外一个领域 就在电影娱乐业 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那么我在最早接触UNIX的时候 那时候我知道啊 好莱坞用了很多的这个一个公司 叫SGI的 UNIX的图形工作站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但是价格是非常的 后来啊 有一个革命性的事件是迪士尼 把大量的SGI的服务器 混成了Linux 这在当年 但我们看来还是一个非常大胆之举啊 因为电影的处理 还包括一些图片啊等等 方方面面的软件 而当年其实Photoshop等等 其实没有Linux的版本 必须通过虚拟的一些方式来运行 但是呢 后来呢 因为这个可能各种考量吧 包括这个成本方面 他们果断的把它都换成了Linux 对 而今天大家在好莱坞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影片 都是由Linux来进行处理的 比较典型的 这么多影片 其实我看过这个泰坦尼克号啊 印象比较深啊 所以呢 我还真是说 它是也是通过Linux系统处理的 我们一开始知道的时候非常惊奇啊 我们想当然的认为 可能都是Windows当中的这样一个图形处理软件 没有想到这些影片 其实都是在Linux当中处理啊 对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列出了一部分Linux处理的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片子 包括这个像 指环王啊 包括像阿凡达呀 怪物史莱克呀 尤其左下角这个星球大战里面的 大家注意观察 这是优达大师在渲染的一个过程里面 看到这是一个 要是懂Linux的人 你看就是 这是一个典型的RedheadLinux的 Gnome的一个图形的一个界面 对 那么其实呢 这也是Linux应用的一个方向 但这个方向可能跟大多数听咱们这个教程的同学 大家所能够去未来从事的行业 可能稍微不一定契合度那么高的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兴趣点 我们可以看看Linux能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对吧 包括其实有很多像政务系统 那么因为尤其中国入市以后 这个盗版是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国际上的要求 那么他们也会采用一些Linux来进行部署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环境 北京曾经在07年08年的时候 曾经这个发出倡导 说所有的公务员的这种办公系统都应该换成Linux 因为呢 Windows是盗版的 我们现在也逐渐的在向这种 这种知识产权规模化和这种规范化的这种转变 也在加速这种转变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学习这套视频教程 学会Linux 你未来会在哪些地方用到Linux 对 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主要还是两个领域 如果说大家接触的可能性最大 或应用的最广泛的 一个呢 就是在企业服务器 这个领域 对 实在太多的一些企业服务器 网站服务器 太多的公司的网站呢 它的应用是架构在Linux系统之上 没错 第二个主要的应用领域 就是一个枪式的领域 对 那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方向 对 尤其是像 比如说手机 平板 智能电视 对 那么等等等等 都在使用Linux 所以说如果你学Linux 那么你要清楚 那你未来在很多方面 可能在技术开发呀 在一些网站运维呀 都会可能用到这个系统 对 没有问题 对 那么我们本讲呢 就介绍这样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自讲 了解Linux 主要是能来干什么的 好 我们下节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